黃軍師,你怎麼反應? 不是怎麼樣? 黃軍師,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偷偷地把所有地形圖拿回來 博望成一帶全都在 反正是諸葛亮未來之前偏繪 我們拿回自己的東西很應該 你這樣爆陰毒 諸葛亮暴陣豈不是很頭痕? 總之搞得他出師不利,一敗塗地 你還有沒有做其他事? 有,我還打算散播謠言 說他壞話,說他不懂打仗 閉上你的嘴巴,把你的地形圖擺回原位 你不是打算對付諸葛亮嗎? 你不是被諸葛亮的說話感動了嗎? 你和他朋友嗎? 還是你不舒服? 我們根本不需要插手 這次一戰,諸葛亮必敗無疑 這場仗還沒打,你又怎麼知道? 任諸葛亮幾有才智,他也是初出謀 始終獻決經驗 諸葛亮忽略了這場仗的關鍵之處 是怎麼樣? 前往博望成的地勢險峻 運順軍糧是非常困難 士兵得不到足夠的糧食 一定會怨聲在道,士氣低落 對,士兵肚餓又怎麼打仗呢? 所以即使我們不插手 諸葛亮肯定都會潰不成軍 相反,如果我們做了手腳 諸葛亮反而有藉口推卸責任 我不想他還有一口氣翻山 軍師果然心思細脈,佩服佩服 所以不需要做些無謂的事,做足準備 等候接收諸葛亮這個難攤子 到時候,看看我的真本領 這場仗本來就應該由我來做統帥 完成了,試試了嗎? 很好吃 環震大哥,沒想到你做東西吃得那麼厲害 但這款饅頭叫什麼名堂? 腿子 腿子? 是我企舟的鄉下話 鄉下人很喜歡縮短的東西來說 傳名叫臘豬腿,自肚餓 不過若然可以多加一隻… 蛋嘛 那就更好吃了 跟我過來 腿蛋的字當然好 我鄉下很多人這麼吃 不過打仗又不方便帶蛋 還沒去到薄望城,蛋都破壞了 雲信大哥,原來你想做腿子給打仗士兵吃 是呀 你記不記得腿子怎麼做? 要不要我從頭到尾再做一次給你看 首先 我記得 但為什麼我要記住怎麼做? 軍糧的東西一向由二夫人的二哥負責 我想你提議給二夫人 就叫他的二哥用腿子做軍糧 那為什麼雲信大哥你不親自提出 要透過桑油這麼轉接呢? 這次薄薄波這場仗 由諸國軍師做統帥 我是韓軍師的人就不方便出面 分黨分派的東西,你很清楚的 主公說你冰雪聰明的,你明白的 桑油明白 Yeah Yeah 是 Yeah 大力點 Yeah Yeah 真是很好吃 對,不過雲信大哥,你生氣了國軍師嗎? 這麼好弄腿子來幫他解決軍糧的問題 我只是很心地 畢竟我偶像,他打輸了我也沒面子 最壞是自己,真正的歷史也不熟 你知道,打遊戲的三國情節很混亂 這場仗誰贏誰輸我也不知道 打輸了就糟糕 不會慘,不會糟糕的 有了你的腿子 我們的士兵一定會有氣有力 士氣高漲,百戰百勝 什麼我們?他們 你老頂孫父將還沒跟你說嗎? 說什麼? 我不想說,腿子就沒你的份了 你會留在將軍府做守門桌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孫父將覺得我太差 還是我做錯了什麼? 你好… 他打算調你做前哨兵 行先死先的那種 我本來是做前哨兵的? 害怕吧?全靠我落足嘴頭 才調你做守門桌 救你一命 都說我好心的 怎麼樣?想怎麼謝謝我? 不謝謝 你變了,你把我的手推開 我不要做守門桌,我要上陣殺敵 我要你留在將軍府幫我按摩 這次對不起,我不可以聽你說 我要效法爹,保家為國 會死人的 死得英雄就行了 你在哪裡? 去找孫父將說清楚 我要打仗,不做守門桌 站住不准走 你再走,別叫我做雲上大哥 你這個臭小子 我不臭小子 男子看大丈夫,不能去打仗才是最臭小子 你這個臭小子,我不讓你臭小子 有諸葛先生的領軍,我很放心 謝謝主公信任 當日在我農村 我第一眼看到諸葛是軍師 我就知道是上天賜比元德 做我成大業 有軍師你做統帥 我軍一定可以海旋而歸 孔明定必揭盡所能,不負主公所謀 好 孔明告退 來,請 小姐,小心 你怎麼樣? 公司 你臉色很差,你還說沒事 我要通知軍師 沒有,夫君即將出發 忙於研究陣法,我不想打擾他 我休息一會兒就沒事了 你日以繼夜地幫軍師翻譯西域書冊 就算堂堂大男人也會熬不住 近堂放你身子那麼弱 小姐,你發熱了 我馬上通知軍師 沒有,他是第一次領兵出戰 我不想他分心 你病成這樣 就算考驗要瞞,也瞞不住 軍師一看就會知道 你幫我找個藉口 說我們有事要離開將軍府 我們客棧住幾天 你還怎麼可以周居勞頓呢 我說可以就行 你為了軍師,你真的什麼都不管 是我夫君 你明白嗎? 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他和夫人離開將軍府幾天 回梁家替他堂叔賀壽 賀壽?這麼突然? 之前沒聽夫人提起過 孔明兄,我覺得這次以寡敵眾 應該先以荒陣主動出擊 殺曹君一個措手不及 孔明兄,我覺得這次以寡敵眾 大家聽令,諸國君仙 之不須其就統領在一起 大家也要遵從他的命令 為令者一斬,出發 不要只是創,要贏 孔明,我要回將軍府 你這個時候還要回將軍府? 你不是說不想讓軍師知道你病嗎? 出發了 不怕 是…是將軍府才可以 第一時間知道軍情 知道他的消息 夫人,你最吹吹風 將軍是更加不得了的 是呀,小姐,你聽大夫的話,好嗎? 我…我要回將軍府 是嗎?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睇更多的節目精華片段